10月20号 中共二十大举行第四场记者招待会 来自中联部和外交部的两位二十大代表 围绕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拓前行主题 与中外记者交流 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沈贝利介绍 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道 不断增强为人民谋幸福的能力 我们向近四百个外国政党 提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 为有需要的外国政党 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物资和技术援助 这些政党纷纷表示 中国共产党雪中送炭 是我们的真朋友 外交部党委委员副部长马昭旭表示 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国推进元首外交 为中国构筑起更加全面 更为坚实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十年来 习近平总书记 42次出访 足迹遍及五大洲 69个国家 在国内 接待了100多位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实现对重要地区 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全覆盖 为中国构筑起更加全面 更为坚实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合作与友谊 马昭旭介绍 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决心 不可动摇 坚如磐石 我们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绝不接受任何教师爷的遗旨气势 反对把人权问题政治化 马昭旭介绍 新时代十年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拓进取 攻坚克难 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 新时代十年 我国建交国总数 从172个增加到181个 同世界各国和地区组织 建立伙伴关系的数量 从41对增加到113对 推动中俄建立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提出中美关系 应秉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原则的正确方向 倡导中欧 构建和平增长改革 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马昭旭说 面对外部遏制打压和无力干涉 中国开展了针锋相对坚定有力的斗争 连续拿下台湾当局九个所谓的邦交国 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 更加巩固 有力的阻恶外部势力 干预香港事务 连续挫败反华势力 利用各种问题 对我国进行攻击 抹黑 捍卫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马昭旭说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始终做海外中国同胞利益的 全天候守护者 同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贸协定 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生效实施 共建一带一路吸引了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 积极参与 中老铁路亚万高铁等一大批标志性项目 扎实推进 始终做海外中国同胞利益的 全天候守护者 说起近来热播的电影《万里归途》 马昭旭表示 电影之所以打动人 就在于它生动体现了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底色 电影当中反复想起的那句话 祖国不会放弃任何一位同胞 我们一定带大家回家 这正是外交为民的真实写照 中国外交是人民的外交 外交战线始终坚持 人民外交的本色 践行外交威民 全力拜好 人民满意的外交 坚定的维护 我国公民法人 在海外的 合法权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